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尖狼是家的窗口 尖狼门窗配件 历经考验 好窗好家好生活 尖狼门窗木墙配件专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尖狼新闻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月8日至11日 我司参加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的 被誉为亚洲建筑第一展的第14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本次展会 我司供接待新老客户达2000多人次 资料供发出2000多份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被誉为亚洲建材第一展的第14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 于7月8日至11日 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 此次展会继续秉承为建筑装修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的办展理念 并延续13届展会的辉煌成果 凭借完整的展出题材 高端的合作架构 广泛的业界影响力 以32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继续距国内乃至亚洲同类展会规模之最 本次展会我司的展位位于A区5.1号馆35展位 面积为220平方米 如此之大的展位一方面体现了我司的实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司对产品的展示 品牌的推广 企业形象塑造的重视 我们的设计风格主要就是说在国内主要就是说采用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它主要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锁具 再就是一个门控 完了再就是一个卫浴三大产品的一个主体 完了就是说主要就是说锁 我们主要是这边就是说有一个机械锁和智能化锁 还有一个入户 主要就是说风格都是很多不同不一样 就是说主要就是说看客户的需求这一方面 完了就是说还有一些酒店 就是说门控这边 我们主要就是说推主打地台皇闭门器 还有一些就是说五金配件 就是卫浴主要我们主打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风格 就是说304的产品 主要就是说现在国内主要是一些其他的就像 它是用铜来做的 但是我们公司是走自己的路线 它是用这个304来做的 就是说不锈钢的 它就是说在这个卫浴长期可以就是说防到一个腐蚀 大锅 再就是一个整结 就是说给人看起来就是说很美观的一些 此次展台设计围绕珠江流水的主题 将流水与南天相结合 以简洁明快流线的设计风格为主调 体现我思企业文化奋斗不息的精神 流水寓意坚持不懈 切而不舍 团结坚定 监浪人全力以赴 同心协力的精神 有流水的地方就有建筑 有建筑的地方就有监浪产品 监浪产品将会川流不息的被带到世界各地 本次展会我思所展示的产品类别有 门控 卫浴 智能锁 木门锁 护栏 再就是我们的这些扶手 这些楼梯 再就是一些就是说这些点子的一些配件 这些东西 就是说在这些给人一种感官 就是说感觉整结像一些玻璃啊 一些其他的 加上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护栏的这些配件啊 给人感官就是说非常好 一些啊 在产品布局方面尽量满足产品摆放需求 严谨布局将人流以一条流水弧线贯穿整个展位 让餐展的人更加舒适地一览所有的产品 另外在展台特意为门店销售部设置了招商洽谈处 展会期间也有部分客户与我思达成的合作意向 在尖党 以我的了解来说在尖党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算领头者领跑人了吧 然后在做建筑这一块建筑五金这一块来说 嗯根据你们的公司气文化 或者说一些你们公司现场的一些我现场的了解 我觉得你们在在行业里面来说 各方面呢是做的是挺不错挺到位的 觉得应该是对我们客户来说可能说应该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觉得更多但是可能你们这样操作方式 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具体是怎么做到时候还得跟你们的内部同事沟通一下 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更好的一个合作一个机会 执展虽辛苦 但是各类产品展区及八台执展人员 在坚守岗位的同时 各位客户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如未来参观我思展台的客户介绍我思产品 并对客户所提的问题做详细和耐心的解答 本次展会接待的新老客户多达两千多人次 资料发出约两千多份 通过此次参展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尖老 了解尖老产品 同时也为尖老的下一步市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7月16日由生产管理中心主导的第二届质量月活动动员大会顺利召开 目前7月份质量月活动属于动员阶段 该项活动将以质量创新、领导先行、全员参与为主题 持续进行三个月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月16日由生产管理中心主导的第二届质量月活动动员大会 在监浪我们的主场中拉开了序幕 根据公司全面质量管理相关要求 7至9月份在公司总部范围内开展第二届质量月活动 目前7月份质量月活动属于动员阶段中 大会现场 首先由生产管理中心主管马登峰主持 并对整个质量月活动进行简要简介 其中包括会议现场各事业部主管、品质主管宣誓 以及盗会人员签字等仪式 他提到说 本次活动本着全员参与、认真、严肃的宗旨进行 为了不断追求和实现产品质量提升 保证公司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 全面提高员工质量意识